大家好,已经住下了在五大湖的一个不知名的小镇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环境 电视棍 这边是窗 透透气 为什么透气 这一股阳山味 我一进这个屋 一股阳山味 就好像进了阳圈一样 受不了 没办法 这个条件有限 这是我住的环境 给大家报个平安 这个地方呢 其实还得坐车 坐大概两个小时 所以洗车挺难找的 还好时间不长 办完事就回去了 那咱们接着看啊 今天呢 国台办回应啊 拒绝移交台军方 被大陆救起的这名台军士兵 那今天在机场给大家介绍了 3月18号 大陆海警救起两名金门预险人员 这两人呢 是金门的调客 25岁的胡某 40岁的吴某 两个人驾驶波特船 动力扶具 到金门东南方 海水一场钓鱼 中途呢 遇险 那扶具失控 漂流到大陆福建泉州 那随后被大陆海警救起 随后大陆海警方面提供热水 食物棉衣 专人陪护 目前两人身体状况正常 已打电话回家报平安 郭台湾也表示啊 两岸本一家亲 守望相助 是应有之道 海上突发险情 应该相互救援 那么2月14号 双方撞船事件以后呢 实际上大陆已经将 金门地区封锁 本来呢 双方是准备18号中午 进行遣返 进行两人的移交工作 但突然呢 这个胡某的调客身份 被证实是台军 现役士兵 即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 现役士官 也是职业军人 所以身份特殊 大陆呢 暂停 移交 中国方面呢 考虑有三点啊 第一 胡某可能是刺探情报 第二呢 是摸清我方底线 做进步渗透 第三 也可能是来投诚 金门防部呢 没有任何回应啊 只是低调表示 现阶段以人员平安 回到金门为最大考量 其余不予评论 随后呢 台海巡署 台军方没有任何回应 基于两岸敏感现状呢 台军方正在做内部评估 不敢随意回应 害怕引起更大事端 害怕没法应付 毕竟台军方已经对外宣布 4月份金门要进行实弹设计 这个消息过去还不到24小时 金门士兵跑到大陆这边 确实让人生疑 对此呢 大陆已经加紧对金门附近海域巡查 我个人啊 我个人觉得 这个人呢 是投诚的可能性 有 但是不大 因为投诚呢 他是不会携带 第二个人 要投诚自己去投诚 更多的可能 我觉得他是带有任务 到这个海域来进行侦查 并摸清大陆的底线 因为4月份 如果在这个方向 进行实弹射击的话 如果大陆和台湾 继续摩擦的话 可能真的 双方局势会完全升级失控 那么台湾方面呢 也需要提前摸清大陆的底线 所以我个人判断啊 这个胡某可能是带着任务 现役军人身份 那么今天呢 肖美琴抵达了捷克啊 台湾什么呢 19号公告啊 说台当选副总统 前驻环顿大使 肖美琴低调访问 美国以后呢 也访问了捷克 那中国呢 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北京 表示捷克政府应严厉 约束某些捷克政客 并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这事件负名影响 台湾什么表示啊 肖美琴正受捷克智商团 邀请访问捷克 将与交谈 并在就事前 与盖国其他朋友会面 交换意见 那曾于2020年访问 台湾的捷克参议院议长 米洛斯·维斯特希尔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 他与肖美琴聊天的照片 那路透社说啊 除梵蒂冈以外 台湾与任何欧洲国家 没有正式关系 只有梵蒂冈承认台湾在欧洲 但中欧和东欧国家 热衷于表达对台湾支持 尤其是在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之后 此类接触呢 无视北京 并减轻台湾的国际 孤立 上周呢 中国对消敏奇 美国之行表达了愤怒 台湾和美国都将消敏奇 这次访问成为私人访问 那这个实际上很简单啊 就是双方呢 这个进行接触 但不以官方身份 但中国呢 是该说的一定要说 捷克方面呢 也不敢承认台湾 因为现在欧洲方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承认台湾 因为一旦承认台湾 那整个多米诺骨牌 会被推倒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特别台湾人要听好啊 首先啊 台湾属于中国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秩序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没有台湾独立这一说 记住 台湾没有独立 也就是说台独啊 他幻想着二战以后啊 台湾能够独立 是改变二战秩序 那么如果捷克 如果美国承认台湾 跟台湾建交 就是改变二战秩序 那如果西方 这些这个北约国家 改变二战秩序 中国俄罗斯 中国俄罗斯手里边 也是有武器的 手里边也是有能力的 那中国俄罗斯改变二战秩序 那整个世界就将进入 第三次世界大战 现在俄乌战争 实际上就是已经开始 在改变原有二战 特别是前苏联 解体以后 这个后苏联空间 重新划分 那如果呢 美国捷克这些国家 承认台湾 台湾宣布独立 那么中国 必定会开启武统 那么实际上 东北亚地区 就会进入一种 战争的状态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个美国呢 和肖美琴 和台湾 它配合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要准备 打出台湾派 捷克也好 欧洲国家也好 它现在是需要什么 需要美国的支持 因为现在看呢 欧洲啊 实际上是非常被动 特别是俄罗斯 对欧洲的这种碾压 它欧洲只能寻求 美国的支持 因为美国呢 现在是对欧亚大陆 进行平衡 所以呢 天然的欧洲这些国家 特别靠近俄罗斯 这个国家 需要美国的支持 那么需要美国的支持 美国在台问题上 所有人都看很清楚 在打台湾牌 那么他们要配合 减轻美国的负担 这样的话 中国在欧洲问题上 和俄罗斯 也会越走越近 你可以看 这就实际形成了一种互动 这种互动 会改变未来整个世界的格局 那么台湾这个问题 就成为 欧洲 俄罗斯 中国 也包括 和美国之间 这种互动的一个结果 过去台湾问题 是中国的内政 很多欧洲国家呢 其实他并不参与 因为在中国 和美国一种平衡之下 其他国家 其实很少提到台湾 但是现在台湾问题 已经国际化了 而且随着俄欧战争的爆发 台湾问题未来 很有可能会被大国利用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 捷克都在利用 未来中国和美国的摊牌 对整个世界 也会产生影响 我一直在讲 过去台湾问题 它没有国际化 台湾这些台独 可以每天叫喊着爱人 台湾独立 没人管你 因为实际上 中国和美国 还保持一种战略上的稳定 但现在大国之间 正在出现这种对抗冲突 地缘正式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那这个时候 你台湾问题 突然你变成了什么 变成国际话题 突然变成了很多大国最后博弈的一个棋子 我觉得对台独 对现在台湾这些执政的这些势力 并不是好事 因为台湾没有能力保卫自己 你记住台湾没有能力 你要有这个能力的话 你早独立了 你还是依靠大国 但是现在呢 大国之间这种博弈 反而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结盟 那么你就俄罗斯可能会帮助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也就是说大国之间参与后 反而对中国有利 另外美国也不是一心一意的一定要保卫台湾 你记住 大国参与以后 还有很多问题要比台湾问题更加的敏感 意义感更大 那么美国可能会交易台湾 这也是一个结果 另外像欧洲啊 像法国一些老牌的欧洲国家 你可以看法国就没有邀请消满金 法国就是非常低调 而且法国现在和马克龙和普京这个谈判 中国起到作用 所以现在来看这些欧洲的老欧洲国家 很有可能 实际上已经放弃台湾了 因为欧洲现在本身啊 他无法出兵应对台海危机 那现在你看 肖美琴跑到捷克 跑到捷克 寻求捷克的支持 但是捷克也不能承认他 因为到现在美国也没有承认 所以捷克还要等老大 等美国的最后的这个命令 如果打出台湾牌 宣布台湾独立 这些国家承认 那么点燃台海 点燃台海以后呢 南海发生冲突 那随着南海冲突 东南亚和中国关系恶化 所以美国的想法 还是通过点燃台海 把台湾当祭品 最后消除东南亚 和中国之间这种合作 长期化的关系 那么现在来看 中国如果能够在台海方向 迅速的解决台湾问题 那就不会有南海的冲突 中国的实际上军事能力 就震慑住了南海一些域内国家 包括美国点燃台海 最后在整个南海 挑动军事对抗 这种图谋 所以我一直在讲 现在来看 台湾方面呢 把台湾的问题国际化以后 其实对台独并不是好事 反而有利于中国未来统一 而且我之前也说过 台湾问题呢 有利于中国现在习近平统治 因为现在想要统治 长期统治的话 那么实际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把台湾问题 作为一个统战工具 很多的有识之士 特别在台问题上 是支持习近平的 那这样的话会形成一种合力 反而有利于 习近平长期统治 所以在我看来呢 台湾问题未来 美国和中国的博弈会长期化 而且中国未来会越来越强硬 而且最后实际上还是要摊牌的 不会保持现状 台湾一直幻想着维持现状 台湾不统不独 实际上就是一种 默认他独立的状态 未来不会 肖美琴 包括赖庆德这些人 我觉得他们有生之年 是可以看到台湾问题解决的 所以我一直在讲 台湾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因为台湾问题已经不光是两岸 两岸问题 其实也变成了什么 俄罗斯和欧洲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问题 都在利用台湾 特别国际上 地缘政治一个棋子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个台湾现在其实并不聪明 本来过去有保护伞 一个中国 但是现在的否认 不在一个中国框架内 以为国际上支持自己独立 其实国际上是希望你成为炮灰 把你点燃 就像乌克兰一样 所以最后牺牲的还是 像乌克兰 像台湾一些利益 最后大国 记住 大国是不会傻到互相之间扔原子弹的 大国之间的互相挤 最后牺牲都是这些小国 小的地缘政治牺牲品 牺牲他们的利益 乌克兰比台湾还大 乌克兰都被出卖成这个样子 你台湾算什么呢 所以我一直希望台湾有时支持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 为了你的后代想想自己的未来 就说这些 我现在就在这个美国边境里面 很快我要去美国 我之所以能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 我讲武统为什么 因为美国实际上承认台湾属于中国 美国跟台湾讲的所有的保证 不是真的 美国在北京有大使馆 在台湾的不叫大使馆 我希望台湾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美国给你做的任何保证 不要相信 还有一点 美国今天 他在台湾问题上 他所有的表态都是要什么 稳定整个二战秩序 那你想一想 你的台湾独立是不是破坏了二战秩序 你只要从这一点出发 你就知道美国到底能不能容忍你 因为二战秩序对美国有利益 美国今天 他获得的这一切 看看吧 获得的这一切 都是二战秩序的结果 谁想推翻二战秩序 谁想 新兴国家想 美国是要维持二战秩序 而你台湾独立 是维持 还是要重新塑造二战秩序 所以我一直在讲 台湾人自己好好想想 你们的所谓台湾独立 能被美国允许吗 还有一点 台湾人现在有一种换讲 就美国会为台湾去死 为了台湾利益去死 我觉得美国人不用傻到那种程度 美国人可没有傻到那种程度 美国人是讲利益的 美国是绝对不会轻易的为你去死 你何德何能 基于以上两点 台湾好好想想 你们所谓台湾独立 能实现吗 那肖美秦这些人跑到欧洲 他越去搞 越去搞 越说明什么 心虚啊 我需要支持啊 就担心中国武统 国际上没人支持自己 但实际上你越搞 很多国家最后会利用你 把你的问题当成筹码 和大国之间交易 你最后你越搞 你这个问题越成为大国的筹码 越成为人家交易的筹码 反而越容易让你失去原有的一种稳定 一旦没有了稳定 你还想独立 你还想维持现状 白日做梦